第九十八回。 張青元配瓊英,吳用繼淨烏離,話說烏離國購令郡主瓊英為先鋒,是己統領大軍隨後。 那瓊英年芳一十六歲,容貌如花的一個處女,原非烏離親生的。 他本中姓仇,赴明身,祖居墳陽虎戒優怨,地名棉相。 那棉相,即春秋時進民宮求戒之推不獲,以棉相為之田,壽是這個棉相。 那仇心頗有家之,年以四秦,尚無子智。 幼席桑偶,俗取平遙怨宋有列女兒為繼失,生下瓊英。 年至十歲時,宋有列身故。宋氏隨即同丈夫仇身,往奔赴喪。 那平遙是戒憂倫怨,相去七十餘里。 宋氏因路遠倉卒,劉瓊英在家,吩咐主管葉青夫婦看管服侍。 自己同丈夫行至中途,突出一伙強人,殺了仇身,趕散莊客,將宋氏魯去。 莊客途回報之葉青,那葉青衰是個主管,倒也有些義氣,也會使槍弄棒。 妻子安氏,妻是謹慎。當下葉青布之仇家親族,一面申告官府捕捉強人,一面埋葬家主屍首。 仇氏親族已立本中一人,承繼家業。葉青同妻安氏兩口兒,看管小主女瓊英。 過了一年有餘,植田虎作亂,佔了威勝,顯烏離分兵標略。 度假休眠相,搶劫之才,老略男虎。 那仇氏自止,被亂兵所殺。葉青夫婦及瓊英女,都被老去。 那烏離也無止致,見瓊英未清目秀,忍來見老婆疑是。 那疑是從未生育的,一見瓊英,便十分愛他,卻似親生的一般。 瓊英從小聰明,百靈百利。 料到在此不能脫身,又舉目無親,見疑是愛他,便對疑是說,向烏離討了葉青的妻安氏盡來。 因此安氏得與瓊英助我不利。 那葉青被老時,他要脫身逃走,卻思想,瓊英年幼,家主主母只有者點骨血。 我若去了,便不知死活存亡。行得妻子在彼,躺有機會,同他妹脫得患難。 家主死在九泉之下,亦是冥目,因此只得徐順了烏離。 征戰有功,烏離將安氏給還葉青。 安氏自此得出入稅府,傳遞消息與瓊英。 烏離又就過田府,封葉青做過總管。 葉青後被烏離插往石塞山採取木石。 步下軍事向山江下指導,此處有塊美石,白菜相雪,一毫瑕疵也沒有。 土人欲採取他,卻被一生霹靂,把幾個彩石的驚死,半響方醒。 因此人都熱子相戒,不敢近他。 葉青聽說,同軍事到江下看時,眾人發聲哭,都叫道,奇怪。 色彩鱷是一塊白石,卻怎麼就變做一個婦人的屍鞋。 葉青上前仔細觀看,任般奇怪。 原來是主母宋氏的屍首,面貌額是餘生。 頭面破損處,卻此罪剛撞死的。 葉青經雅提入,正在末里匯處,卻有本部內一個君卒,他原是田府手下的馬圍。 當下張宋氏被老身死的根恩,一一被細雪道,昔日大王初起兵的時節,在戒憂地方,老了這個女子,欲將他做個辣債夫人。 那女子控大王放了綁綁,走到此處,被那女子將身串下高剛撞死。 大王見他撞死,叫我下剛剝了他的衣服首飾。 是小的服是他上馬,又是小的剝他的衣服。 面貌認得仔細,千真萬真是他。 今以三年有餘,師孩如何逆事好好地。 葉青聽罷,把那無窮的眼淚都落在土裡去了。 面對君事說,我也認得不錯。 卻是我的舊輪送老的女兒。 葉青令君事挑事埋掩。 賞錢看事,營救事快白石。 眾人十分驚啞嘆,自去幹啞彩石的事。 事不,葉青回到威勝,張田虎殺仇身。 老宋氏,宋氏首節撞死者段事,教安事物傳與瓊英之道。 瓊英之了這個消息,如萬箭全心,日夜吞聲飲浴,珠淚偷彈,師報父母之仇,時刻不忘。 從此每夜合眼,便見神人說,你欲報父母之仇,代我教你武藝。 瓊英心靈性巧,國來都是記得。 他便照地拿根罕棒,刪了房門,在房中演習。 自此日久,武藝精熱。 不過崖至酸和四年的貴冬,瓊英一直偶以服而假味,猛聽的一陣風過,便各爾香撲鼻。 忽見一個壽士,頭戴折角巾,忍一個綠蒲年少將軍來,教瓊英飛石子打擊。 哪壽士又對瓊英說,我特往高平請得天節聲道此,教與藝術,救與離府忽報親仇。 此位將軍又是與宿世恩緣。 瓊英聽了宿世恩緣尚致,修難無地,忙張就而遮臉。 才動手,卻把桌上剪刀撥動,亨然有聲,猛然驚覺,寒月殘燈,依然在目,此夢非夢。 瓊英偶助呆想了半響,方才歇息。 次日,瓊英尚記得非石子的法,便向牆邊撿取雞倫搬一塊玄石,不知高低, 試向我房隻上的癡尾打去,正打個著。 一聲響亮,把個癡尾打的粉碎,亂紛紛拋下地來。 卻驚動了疑是,亡來詢問。 瓊英將考然知不到,夜來夢神人說,與父有皇后之分, 特來教導你的藝術武藝,疏與父成功,色才是將石子飛去,不想正打中了癡尾。 疑是驚訝,便將這段話報之污尼。 那瓊尼如何肯信,隨即換出瓊英詢問,便把槍刀劍擊,棍棒叉把是他,果然健健精熟。 更有非石子的手段,百發百中。 瓊尼大經,想到,我真個有福分。 天賜二人助我,因此中日教導瓊英持馬是劍。 當下瓊尼家中,將瓊英的手段傳出去,凶動了威性成中,人都稱瓊英做瓊子族。 此時瓊尼欲宅皆勢匹配瓊英。 瓊英對疑是說道,若要匹配,只隨時一般會打石的。 若要配與他人,奴家只試過死。 疑是對瓊尼說了。 瓊尼見瓊英題目大難,把窄世事碎已停止。 今日瓊尼想著皇后意志,盟了異心。 因此保咒瓊英做先鋒,玉成兩家爭鬥,他於中取是。 當下瓊尼挑選軍兵,簡索張座,來了威性。 勃精兵五千,令瓊英為先鋒,自己統領大軍,隨後進征。 不說烏尼,瓊英進兵,卻說宋剛等在超德治後,迎接陳安府。 一年過了十餘日,方暴陳安府軍馬已到。 宋剛引眾將出國遠遠迎接,入到超德府內協下,全為行軍說府。 朱將頭目盡來參見。 施禮以筆,陳安府須是數之宋剛等中二,卻無由於宋剛敵面相會。 今日見宋剛謙公人厚,儒家陰敬。 說道,聖上之先鋒屢見其公,特差下官到此監督,就計賞賜金人斷匹,車載前來吸賞。 宋剛等拜謝道,某等敢安府相公極力補咒。 今日得受厚恩,皆出相公之賜。某等上受天子之恩,下敢相公之得。 宋剛等衰干老徒地,不能保佈。 陳安府道,將軍早見大公,班師回京,天子必當重用。 宋剛再拜清謝道,請凡安府相公,真守超德。 小將分兵公取田府朝月,教他守美不能相顧。 陳安府道,下官驚時,已就過聖上,將近日先封鎖德州縣,見今決的府縣官員,信以下該部速行推保,立限起程,不入辨道。 宋剛一面張刺賞表散軍章,一面寫下軍帖,叉臣行太保大中,往各府州縣鎮首頭領處傳令。自新官一到,即行交代,立兵前來聽調。 到各府縣州傳令已了,再往墳陽探聽軍情回報。 宋剛右張河北江張唐斌等公職,申請陳安府,就戰舉金鼎,黃月鎮首五關,普毒,更替孫立,朱銅等將坐前來聽用。 陳安府一一依韻,忽有流星探馬步將來,說道,田府叉馬寧統領將坐軍馬,枉舊墳陽。 由叉烏離國購同擎英郡主,統領將坐,從東殺至雙援鳥。 宋剛聽罷,與吾用相倚,分拔將坐營敵。當下降將橋道清雪道,馬寧數有妖術,亦會神行發。 暗藏金磚打人,百發百中。小道蒙先鋒修陸,未曾出得氣力。 願與吾思公孫一清同道墳陽,說他來降。 宋剛大起,釋撥軍馬二千,與公孫勝,橋道清大領前去。 二人辭別宋剛,釋日領軍馬起程,望墳陽去了。 筆體,再說宋剛傳令索超,徐寧,丹亭歸,魏定國,湯龍,唐斌,耿公,統領軍馬二萬,攻取陸成縣。 再令黃英,胡三娘,孫申,故大嫂領騎兵一千,先行哨探北軍虛實。 宋剛慈了陳安婦,統領吳用,林聰,張青,魯志森,武寵,李葵,鮑翠,漢聰,李滾,劉堂,劉堂,解真,解寶,寧鎮,陪孫,蕭陽,宋青,金大堅,安道全,蔣敬,玉保四,黃定錄,孟康,樂和,段景柱,朱桂,黃蒲端,喉健,蔡福,蔡慶,及新鋼 王將算案,共證篇張座三十一元,軍馬三萬五千,離了超得,望不進發。 前隊哨探張座黃英等,已到雙環縣界五陰山北,祖遇北張葉青,勝本哨探到來。 兩軍相撞,雷古搖旗,北張勝本立馬當先,宋陣女王英罩馬出陣,更不打話,拍馬黏槍,食搶勝本。 兩軍立喊,勝本挺槍中馬刑主,二張鬥敵十數合之上,胡三娘拍馬無刀來助丈夫撕殺,勝本敵二張不過,撥馬便走。 胡三娘縱馬趕上,揮刀把勝本撼回,撞下馬來。 黃英等驅兵掩殺,葉青不敢抵敵,領兵馬急退。送兵追趕上來,殺死軍事五百餘人。 其餘四散逃喘,葉青只領得百餘騎賓至雙環城南二十里外。 晴英國馬已到宅寨,原來葉青於半年前,被田虎調來,和主將徐威等鎮守相援。 近日聽得晴英領兵為先鋒,葉青稟過主將徐威,領本部軍馬哨探,玉成姬相見主女。 徐威又另編章成本同去,卻好被護三娘殺了。 合如晴英兵馬,當下葉青入寨,參見主女。 見主女長大,雖是個女子,也各威風林林,也像個將軍。 晴英認得是葉青,戚退左右,對葉青道,我今日須離苦忽,手下只有五千人馬。 父母之仇,如何得報? 欲脫身逃頓,躺被知覺,反離其害,正在囚徐,卻得如來。 葉青道,小人正在思想計策,卻無門路,躺有機會,即來報知。 說話未筆,忽報南軍將坐,領兵追殺到來。 晴英披掛上馬,領軍迎敵。 兩軍相對,旗鼓相望,兩邊巡城陣勢。 北鎮旅門其開處當先一騎銀鐘馬上,坐著個少年美貌的女將。 寶生無恙,彈見,金猜插鳳,掩影烏雲,海甲披銀,光熙瑞雪。 踏寶鄧鞋橋尖紅,提話激手書亂玉。 柳妖端跨,蝶聖戴紫色飄搖,玉體輕盈,挑售蒲雄霞龍罩。 連對三月桃花,微素被春柳葉。 錦袋暗藏打張石,連方二伯女將軍。 女將馬前其號寫的分明,平南先鋒張棍主晴英。 南陣軍張漢伯,個個喝彩。 兩陣女花康陀古圈天,雜彩授秀奇閉日。 矮腳虎黃英,看見是個美貌女子,趙馬出陣,挺槍飛搶琴英。 兩軍立喊,那琴英拍馬黏擊來戰。 二張鬥到十數如合,黃矮虎山不住二馬心圓,槍髮都亂了。 琴英想到,這屍可惡。 吹個破綻,只一擊刺中黃英左腿。 黃英兩腳鄧空,頭盔倒卓,撞下馬來。 胡三娘看見雙了丈夫,大馬,插潑賤小淫婦兒,煙錦無禮。 飛馬搶出,來救黃英。 琴英挺擊接著屍殺,黃英在地掙扎不起。 北軍湧上,來觸黃英。 那邊酸身,故大嫂商出,死救回陣。 故大嫂見戶三娘斗琴英不過,屎商都拍馬上前作戰。 三個女章,六條被搏,四把鋼刀,一支畫擊,各在馬上雙形著,正如風飄玉蝦,雪殺禽花。 兩陣軍事看得眼也花了。 三女章鬥到二十如俠,琴英望空虛似一擊,拖擊撥馬便走。 胡三娘,故大嫂一齊趕來。 琴英左手帶著畫擊,右手黏石子,將扭腰扭轉,聲眼斜,翠定胡三娘,指一石子飛來,正打中右手腕。 胡三娘腹痛,早撇下一把刀來。 撥馬便回本陣,故大嫂見打中胡三娘,撇了琴英,來救胡三娘。 琴英立馬趕來,哪邊孫身大怒,無雙邊拍馬搶來。 未及交鋒,早被琴英飛起一石子,當的一聲,正打中哪屬同獅子規。 孫身大驚,不敢上前,急回本陣,保護黃英,胡三娘,領兵退去。 琴英正欲驅兵追趕,猛聽的一聲炮響。 此時是二月將中天氣,只見柳稍旗亂忽,花外馬貧西。 三波後衝出一鏢軍來,卻是臨衝,孫安及步軍頭領李葵等,奉送功名將令,領軍接應。 兩軍相撞,雷鼓搖旗,兩陣女跌星立喊。 哪邊炮子頭臨衝,挺像八蛇矛,立馬當先。 這邊炮子族,琴英,領方天華擊,仲馬上前。 林聰見是個女子,大渴道,哪破戰怎敢抗拒天兵。 琴英更不打話,領擊拍馬,直搶林聰。 林聰挺茅來鬥,兩馬相交軍器並舉,斗無數合,琴英遮難不住,賣個破戰,虛似一擊,撥馬望東便走。 林聰中馬追趕,南陣前孫安看見是琴英其號,大叫,林將軍不可追趕,恐有暗算。 林聰手段高強,哪女肯聽,拍馬緊緊趕將來,哪陸融融草地上,八個馬提翻盞撒拔搬,撥啦啦地封團而也似搬走。 琴英見林聰趕得至近,把左手虛提或擊,右手邊向袖袋中摸出石子,扭回身,催定林聰面門較近,一石子飛來。 林聰眼明手快,將矛瓶撥過了石子,琴英見打不著,再黏第二個石子,手起處,身似流星祭殿,石子來嚇得鬼哭神經,又望林聰打來。 林聰急躲不跌,打在臉上,鮮血並流,拖矛回陣。 琴英立馬追趕,孫安正代上前,只見本陣軍兵,分開條路,中間飛出五百步軍。 當先是李葵,老致心,武寵,解真,解保五元慣步戰的猛將。 李葵手匿板斧,直搶過來,大叫,那婆娘不得無禮。 琴英見他來的兇猛,手黏石子,望李葵打去,正中壓閣。 李葵也吃了一驚,幸得皮腦骨硬,只打的疼痛,卻是不曾破損。 琴英見打不倒李葵,跑馬入陣。 李葵大怒,苦蘇倒樹,怪眼圓爭,大敲一聲,食藏入去。 老致心,武寵,解真,解保恐李葵有失,一起衝殺過來。 孫安那女左當得主,琴英見眾人趕來,又一石子,早把解真打翻在地。 骸保,老致心,武寵急來扶救。 这邊李葵只顧趕去,琴英見他來得之近,望飛一石子,又忠李葵額角。 兩次被傷,方才鮮血並流。李葵忠是個鐵漢,那讚黑臉上,帶著鮮紅的血, 押士火那那地揮傷虎撞入陣中,把北軍亂砍。 那邊孫安見琴英入陣,燒兵衝殺過來。 恰好烏尼領著徐威等正編張座八元,統領大軍已到,兩邊混殺一場。 那邊老致心,武寵夠了解真,翻身殺入北陣去了。 骸保扶著哥哥,北便施殺,被北軍趕上,殺起半索, 將解真,骸保雙雙而橫拖倒逆,捉入陣中去了。 步兵大敗崩壁,卻得孫安奮勇敖戰。 指一劍,把北將唐顯砍下馬來。 烏尼被孫安手下軍出放冷戰,射中撥巷。 烏尼翻身落馬,徐威等死救上馬。 琴英仲將見烏尼中戰,急鳴金收兵。 南面宋軍又到。 當先馬上一張,卻是末宇戰張青。 在寨中聽流星報馬說,北陣裡有個非石子的女將,保護三娘等打傷。 張青聽報驚義,稟過宋先鋒,急匹掛上馬,領軍到此接應,要應那女先鋒。 那邊瓶應已是收兵,保護烏尼,轉過長林,望相援去了。 張青立馬囚網,有師為證,家人回馬售其揚,是卒將軍各個忙。 引入長林人不見,百花蟲女夾紅莊。 當下孫安見解真,解寶備琴,老致心,武寵,李葵三人殺入陣去,欲招兵追趕,天色又晚。 只得同張青保護林聰,收兵回大寨。 宋剛正在聲將,令神醫安道全看至黃英。 還將上前看黃英時,不止相觸,連頭面也蓋破。 安道全夫自已筆,又來瞭至林聰。 宋剛見說陷了解真,解寶,及李葵等三人不知下落,十分憂滿。 無疑時,只見武行者同了李葵,殺得滿身血污,入寨來見宋剛。 無重訴說,小弟見李葵殺得勝喜,只顧上前。 兄弟幫他施殺,殺條血路,衝透北軍,直至城下。 只見北軍綁綁著解真、解寶,欲進城去。 被我二人殺死軍事,奪了解真、解寶。 被徐威等大軍趕來,復奪去解真、解寶。 我二人又殺開一條血路,兇手到此。 只不見魯智森,宋剛聽說,滿眼垂淚。 差人四下跟沉,探聽魯智森中職,由令安道全夫至李葵。 此時已是黃昏時昏。 宋剛計點軍事,選折三百餘名。 當下錦閉寨山,提寧渴號,一肅無話。 此早,軍事回報,魯智森並無影響。 宋剛越添幽滿,在叉樂和段景著,朱貴, 玉保四角領興捷軍事,分四路沉密。 宋剛玉領兵攻城,枕內頭領都被打傷。 只得安兵不動,城中緊閉城門,也不來施殺。 一年過了二日,只見玉保四獲得姦勢一名,解盡寨來。 宋剛看哪個人,卻認得是北張總管葉青。 宋剛對宋剛道,某民此人數有義氣。 他獨自出城,其中必有緣故。 宋剛叫軍事放了綁綁,換他上前。 葉青望宋剛蓋頭不已,道,某有機密事, 黑元歲平退左右。 代葉某被世上診。 宋剛道,我這女弟兄,通是一般搶土。 但說不妨,葉青方才說,城中烏離前日在陣上中了若戰,獨法紛亂。 城中醫人療治無效。 葉某趁此,特謝訪求醫人,出城探聽消息。 宋剛便問,前日拿我二張,如何處置了。 葉青道,小人恐襄二位將軍,城烏離紛亂,小人假存張令,把二位將軍拳且監後。 如今好好地在那裡。 葉青又把仇身夫婦,被田虎殺害魯略,及擎英的上項時,被世述了一片。 雪白,悲動失聲。 宋剛見說這段情由,頗角淒慘。 欣見葉青是北張,恐有詐謀。 正在疑慮,只見安道傳賞前對宋剛道,真個因緣天臭,是非偶然。 他便一五一十的雪道,將將軍去東,也夢什麼壽事請他去教一個女子飛石。 又對他說,是將軍縮世因緣,將清覺來,癡想成侄。 彼時蒙興長著小弟和張清住高平療治他。 小弟真至張清默色,知道是七情所感。 被小弟再三盤問,將將軍方肯說出病根。 因是首都病傳,今日聽葉青者段話,卻不是與將將軍符合。 宋剛聽罷,再問降將孫安。 孫安答道,小將可聞得瓊英不是烏離的女。 孫某步下牙張陽方,與烏離左右相交罪密,也知瓊英被誓。 葉青者段話,決無虛偽。 葉青又道,主女瓊英,素有報仇說此之志。 小人見他在陣上連犯虎威,恐城破之日,玉石俱焚。 今日小人冒慢死到此,懇求完遂。 不用聽罷,起身熟事葉青一回,便對宋剛道,看他色慘情真,誠意是也。 天助卿掌成功,天教孝女報仇。 便向宋剛父以低言說道,我兵須分三路合繳,躺田府結連金人,我兵兩路受敵。 縱使金人不出,田府繼窮,必然降金。此此如何成得蕩平之功? 小生正在策劃,欲得個內應。 今天假其變,有張將軍者段因緣。 此隨如此如此,田府首級,此在瓊英手中。 李葵的夢,神人已有喻笑。 卿掌在策文,要疑田府俗,衰孩瓊齒俗者兩句摩。 宋剛省五,點頭依韻。 即援張青,安道傳,葉青三人,物語授計。 三人領計去了。 卻說相援守城張氏,只見葉青回來,高叫,快開城門,我乃烏虎篇張葉青,奉叉尋訪依人傳靈,傳語到此。 守城軍事,隨即到莫府全古通報。 須如傳出令箭,放開城門。 葉青帶領全靈,傳語進城,到了國購莫府前。 裏面傳出令來,說,換依人進來漢字。 葉青即同全靈進府,隨行軍中服侍的伴當人等,品之棍主瓊英,引全靈到內裡參見瓊英已筆,直到烏尼臥塔前。 只見口內一絲兩氣。 全靈先真了默色,外使膚貼之藥,內用長托之劑,三日之間,漸漸皮膚紅白,飲食漸進。 不過五日,倉雖然未完,飲食復舊。 烏尼大喜,教業清患依人傳靈入府參見。 烏尼對傳靈說道,賴足下神述,遼致倉口。 金箭平復,日後富貴,語語同響。 全靈拜借道,全某匹述,何足道哉。 全某有的帝全羽九隨全某在江湖上,學得一身武藝,見今隨全某在此,修字若利。 求相公提拔,烏尼全靈,教全羽入府參見。 烏尼看見全羽一表非俗,心下頗是喜歡。 令全羽在府外事後聽勇。 全靈,全羽拜借出府。 一年又過了四日,忽報宋綱領兵攻城。 葉清入府報知烏尼說,宋綱等兵強張勇,雖是郡主,方可退敵。 烏尼文報,隨即帶領勤英,入教場整點兵馬。 只見全羽上演武廳品道,蒙恩雙令小人事後聽勇。 金民兵馬臨成,小人不才,願領兵出城,教他片甲不回。 當有總管葉清假意大怒,對傳語道,你敢出大言,敢與我比試武藝嗎? 傳語笑道,我十八般武藝,至少雜學,今日正要與你比試。 葉清來品烏尼,烏尼伊韻,賦予槍馬,二人各撮槍上馬,在演武廳前,來來往往,翻翻覆覆,搞造一團,扭造一塊。 安上人斗人,坐下馬斗馬,斗了四五十盒,不分勝負。此時瓊英在旁視立,看見傳語面貌,心中驚而道,却像哪女曾思見過的。 槍法與我一般,思想一回,猛然省不到,夢中教我飛石的,正是這個面旁。 不知會飛石也不,便黏激罩馬近前,將話激隔開二人。 此時瓊英孔葉清雙了傳語,卻不知葉清已是一路的人。 瓊英挺激直搶傳語,傳語挺槍刑主,兩個又鬥過五十餘合。 瓊英霍地回馬,望遠舞廳上便走。傳語就細女趕將來。 瓊英念取石子,回身催定傳語立下空處,指一石子飛來。 傳語早已朝科,將右手一蹴,輕輕地接在手中。 瓊英見他接了石子,心下十分驚異。 再取第二個石子飛來。傳語見瓊英手起,也將手中接的石子應手飛去。 指聽的一聲響亮,勝打中瓊英飛來的石子。 兩個石子,打得雪片般落張下來。 那日城中張是徐威等,驅各奮守四門。 教場中只有牙張教衛,也有差而這個人是間勢。 恩見郡主瓊英是金枝玉葉,也和他比試,又是烏離步下親密將作業清引進來的,他每如何敢來啟此。 眼見得城池不濟是了,各人自私,徐風轉陀。 也是填府合拜,天此烏離之拍,使他昏暗。 當下換傳語上聽,刺了衣甲馬匹。 即今傳語領兵二千,出城營地。 傳語拜謝遵令出城,殺退宋兵,進城布折。 烏離大起,當日賞盧傳語,血色一縮無話,次日,宋兵又到,烏離又令傳語領兵三千,出城營地。 從神至五,敖戰多時,被傳語用石打得宋張亂串奔徒。 傳語招兵掩殺,直趕過五陰山。 宋綱等底敵不住,退入超德去了。 傳語得勝回兵,進城布折。烏離十分歡喜。 葉清道,今日恩主有了此人,及郡主瓊英,何患送兵張猛,何患大事不成。 葉清又說,郡主前已有怨,只隨時一般會飛石的,方圓匹配。 甘泉將軍如此英雄,也不欲了郡主。 當下被葉清再三寸絕,也是瓊英夫婦因緣湊合,赤醒係定,解冊不開的。 烏離伊韻,紮吉於三月十六日,被辦各項禮而言宴,消罪將清為世。 是日生歌細樂,錦堆秀促,燃直酒窯之盛,洞房花燭之美,事不必說。 當下奔商讚禮,傳語與瓊英披紅掛錦,雙雙而交拜神奇,後拜烏離假樂掌。 古樂圈天,異鄉撲備,引入洞房,三盟海誓。 傳語在念夏漢那瓊英時,與教場內又是不同。 有詞緣和令惠正,指頭亂似連唐偶,腰枝若比張抬柳,寧波部處串金流,逃梭影大趣微修。 今宵燈下一回首,總是玉天仙,即降無山咒。 當下傳語,瓊英如雨似水,似漆如膠,又不必說。 當夜傳語在枕上,方把真姓名說出,原來是宋軍中正張末與箭張清。 此個依是全靈,就是神依安道傳。 瓊英也把向來冤婦,被誓訴說,兩個嘰嘰濃濃的說了一夜, 哀了兩日,被他四個女應外合,淡死污離。 勿換徐威入府已是,也將他殺了。 其餘軍將皆行,張清,瓊英下令,城中有走透消息者,和五十人並斬。 本泛不論軍民,皆而三族。 因此水涉不通,又放出解真、解寶,和張清、葉清,分手四門。 安道傳同葉清報下軍卒,出城都超得報之宋先鋒。 吳蓉又令李葵,武寵,黑夜女保護聖守書生蕭陽道相援,相見瓊英,相清, 守密烏離不織,假寫利離致養,新聞書紮。 令葉清繼領到威聖報之田虎,招聚棍馬之士。 就於中相機行事,葉清繼領,慈別張清,亭英,望威聖去了。 再說宋綱在超得城中,才差燒陽,安道傳去後,又報索昭,徐寧等將,公黑露城,差人來報折音,說,索昭等領三圍露城, 慈方兼閉城門,不敢出來接戰。 徐寧與眾將設計,令軍事裸形大馬,激怒城中軍事。 城中人人欲戰,慈方不能阻當,開門出戰。 北軍奮勇,四門殺出,我軍且戰且退,有北軍四散離城,卻被唐斌從東路領軍突出, 湯龍從西路引兵撞來。東西二門守成軍事,閉門不跌。 被湯龍、唐斌二將領兵殺入城中,奪了城池。 徐寧索翻了慈方,其餘將作,殺的殺了,走的走了。 殺死北軍五千餘人,奪得戰馬三千餘匹,降伏了萬餘軍事。 索昭等將,入城安府百姓。 特此先來報仇,其餘軍民戶口,副藏金錢,令行造冊情報。 宋江民報大喜,即令申請陳安府,並標陸索超等公廁,賞賜來人。 即捨軍貼,著他回報。 代各路兵馬到來,一起進兵。 軍人望露城回復去了。 不體,卻說威勝田府處藝省縣官,見探馬落亦來報說,橋道清,孫安都已韓服。 右報,超德,露城已破。 省縣官即日就知田府。 田府大經,與眾多張作,正在繼以,忽報雙援首成篇章葉清,繼領國購書紮到來。 田府職命孫盡,只因這葉清盡來,有婚教,威勝成鐘,削平哨罪強途,母鄉怨女,活足謀王反賊。 畢竟田府看了烏離新聞,怎麼回答?且聽下回婚解。 再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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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。